美联储3月22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 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4.75%至5%的目标区间 表达了对近期银行业危机的谨慎态度 并暗示未来可能停止加息 此外 美联储下调美国2023年GDP增长预期至0.4% 另一方面 民主党参议员Elizabeth Varin和其他10名参议员 呼吁美联储对资产在1000亿至2500亿美元之间的 大型地区性银行进行严厉整顿 他们称 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高管 不负责任和过度冒险的行为应该清楚地提醒人们 不能让银行自己监督自己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 该机构准备使用所有工具来保持银行系统安全 稳固和高效 他强调了监管机构本月早些时候 为平息担忧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当时 美联储还制定了一项针对银行的新贷款计划 并引发了激烈政治争议 美联储还表示 将对其如何处理此次危机进行内部评估 3月21日 一场寂寞强太平洋风暴袭击了加州 这场风暴的大部分能量集中在加州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量雨雪 其中一些地区的降雨量超过了两英寸 还有一些地区下起了冰雹 到了22日 风暴继续引发狂风和雨雪 触发洪水威胁 数万人断电并收到疏散警告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这场风暴是太平洋低压系统 与加州第12条大气核相互作用结果 自12月底以来 大气核流持续袭击着加州 在经历了多年的干旱之后 加州出人意料地遭遇了潮湿天气 其中还包括2月由北极气流引发的暴风雪 在硅谷掀起AI热潮之际 谷歌3月21日向大众开放名为Bard的对话式AI服务 美国和英国用户可以登记加入等候名单 这是谷歌历经多年开发 要与ChatGPT一较高下的产品 但它还没有将此新工具整合进搜索引擎 谷歌形容Bard是早期实验 将提供一个专用网站Bard.google.com 并表示 不会在Bard的早期版本投放广告 目前的测试重点是改进城市 谷歌Bard研究部门副总裁Elly Collins说 该公司最初限制对话是基于安全理由 会逐渐放宽限制 但它没有透露此次的限制 它还指出谷歌做了调整 拒绝有关仇视非法和危险主题相关的提问 乌克兰官员说 俄罗斯3月22日早上向乌克兰发射了 新一波导弹和武装无人机 在基辅地区的一个学校宿舍中 造成4人死亡并引发火灾 至少10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11岁的儿童 还有人被困在废墟之下 乌克兰空军说 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击落了 俄罗斯发射的21架无人机中的16架 并确认这些飞机是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无人机 中非共和国当局近日表示 疑似叛乱分子在3月19日袭击了最近才在当地开工的一个有中国经营的金矿 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 另外两人受伤 但被指控的爱国者变革联盟对此表示否认 并谴责了这场袭击 他们称真正的凶手是受中非政府支持的俄罗斯共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纽约时报3月21日指出 这起事件凸显了中俄两国在中非共和国的利益冲突升级 俄罗斯共佣军自2018年来一直在当地活动 从啤酒到黄金再到木材 瓦格纳集团还扩大了对该国经济的控制 近几个月来在当地获得采矿特许权的中国公司 与瓦格纳集团的附属公司之间摩擦越来越多 中国外交部表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对这次中非的袭击事件做出指示 且外交部也建议当地的中国公民不要前往高风险地区 并从高风险地区撤离 但中国尚未就俄罗斯供应兵组织可能的参与做出任何表态 国家主席习近平 更多的环境